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的意思都是根据说文解释来解释 下面两位把这个字写出来 事后大家一起分享 这块门里面 一块就是感觉我们是看到的这样子 这个像是一款写法 而一款写法呢 它是这样 第二款写法 先换写法呢 和第一款有点类似 它这里面写了一个人 第四款里面呢 在这个上面又加了一个人 写了两个人 第四款写得加了 在经文里面这个字啊 它有对地方写法 和加关文有点类似 在周朝早期这个字呢 它是这样子写 底下呢 它写的这样 这是周朝早期的 周朝中期呢 写的是一个 由于是改变这个字形 写的这样子 我们仔细分析这个字啊 底下还是一个白 上面是个叶 这不过叶后 这个上面有白色 连在一起了 周朝晚期的时候呢 它就是写成这样一个字 加关文第一款那个字有点类似 周朝晚期的时候 这个字写的这样子 到粘锅的时候 它就发生了偶变 这个底下呢 它不是写的一个白 写着一个字 自己的字 写着一个字上面加了一横 它就逗了别人自己的字 所以它就凑了 小转的事情呢 它基本上 集成了均分的各种写法一后 写成这样一个 小转也写成这样 底下是个白 黑白的白 上面是个叶 在粒数里面 它就是用小转这个字 引编过来 在章千倍里面这个字 它就写成这样 所以开书呢 它就是用这个粒数来引编过来 这是开书的写法 在加化文里面 在军文里面 还有好多字 是合文 两个字合在一起 你可以有机会的 向大家介绍一部分 这个合文的这个字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白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